所谓花500日红 绝大多数明星随着年龄增长 都会走到过期这一步 过期之后很多明星干脆放下架子 开始了疯狂走学之路 曾经红极一时的马景涛正是如此 日前多位网友拍到 马景涛现身广州位一家医美公司站台 马景涛虽然过期了 但毕竟曾经有非常高的国民度 又是公司花众亲情的嘉宾 所以他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 一群妇女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纷纷拿手机拍他 有些人还有幸上台跟他合影 甚至拥抱 难得看到曾经的国民男神现身 网友们并不兴奋 反而感慨他颜值崩了 马景涛其实没有很显冷 但是脸看起来很怪 两栽和苹果鸡肿得像菜鸣一样 曾经帅气的脸庞变成了大饼脸 嘴还有点歪了 很多网友看到看到马景涛的嘴 和有点呆滞的表情后 甚至怀疑他中风了 不过从多个视频来看 马景涛只是某个瞬间踩嘴歪 其他时候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61岁的马景涛 如果真有这样的状态 那保养的还算好 但其实这是经过美颜滤精美化过的 他的真实颜值更显老一些 而且发复严重 成了不折不扣的油腻大叔 这段时间来 他疯狂走学 没少被路人拍到 马景涛之所以多数时候 都穿宽松的衣服 裤子出场 是为了掩盖突出的肚男 他一旦穿修身一点的衣服 肚男就比得上临产孕妇了 加上马景涛不服老 喜欢戴帽子装实上 看起来反而不伦不类 油腻十足 所以很多网友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马景涛 以为主办方请的是山寨明星 调侃助阵嘉宾是牛景涛 马景浪 主办方请的确实是马景涛本尊 他本人就发过一张一样造型的亮照 有趣的是 很多网友看第一眼 还以为是倪平或者某位贵妇 这大半年来 马景涛疯狂走学 来者不拒 不仅在商场 街头亲情演出 还为一些网红的直播站台 甚至是别人的婚礼 马景涛只要肯放下架子 业务还是很多的 毕竟他是很多人心里的古装男神 演过的浩真 张无忌 多尔滚 吕东斌等角色都很深入人心 除了走学 马景涛还装扮成吕东斌的样子 代言了某款游戏 不久前 他还久违接到一部网大 25年后再次扮演吕东斌 只是早已没有当年那种风度翩翩的感觉 脸大脖子粗 更像一位保金风霜的阿伯 彻底打碎了大家的滤镜 而在死之前 马景涛已经过了八年无戏可拍的日子 他的上一部影视作品是2015年拍的 所以 马景涛疯狂走学是不得已的选择 毕竟到了这个阶段 只能换一种方式去变现自己的商业价值 虽然马景涛没有当年那么风光了 但其实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他一场商演的出场费就高达22万 比同样已经以走学为业的焦恩俊 高了差不多一倍 引压绝大多数过气港星 代言费依然上百万 所以 保守估计马景涛每年都能轻松赚个六七百万 不比一些当红的三线明星差 虽然如此 看到曾经的男神走到这一步 还颜值崩塌 挺让人惋惜的 马景涛曾经是穷疗的御用男主 有咆哮帝之称 后来出演过多部经典 不过他个性张狂 情绪容易失控 曾多次公开抢问别的女星 还被多位前任控诉家暴 所以这些年口碑并不好 这也是他两次婚姻破裂 和渐渐无戏可拍的原因之一 加上颜值暴跌 对事业的冲击就更厉害了 当然 如今的马景涛混得还是挺滋润的 以上演为夜未尝不好 比拍戏轻松多了 而且他还娶了一位娇妻 娇妻自曝已经是他的爱人 两人曾有互动 有过亲密合照 而且社交账号上的宠物狗是同一只 综上所述 马景涛虽然事业上已经不如稀了 但这样的现状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